做完之后 这边有一个编辑表单 实际上这个表单的做法 我是利用那个Google里面的云端 各位有没有用过那个Google的那个 它的那个 这边有一个那个Google的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里面会有个新增表单 那表单里面的话 是从这边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里面的话 会有个新增 新增什么 更多 这边有个表单 那你可以把这个表单 它这个有新版 有旧版 我习惯用旧版 它在左下角有一个人 有没有 可以返回旧版 那现在 反正新版旧版 其实都差不多啦 只是我习惯的问题 如果你习惯新版 也没关系 那里面的话 大概会需要做几件事 包含就是我们的问题 标题 跟副标题 还有什么问题 加上去就好了 所以我做完之后 长得就类似像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没有 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的副标题 大概我们这个问卷里面大概问什么 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单选 其实这里面的话就是单选题 就用文字 多选题就是你可以多写一点东西 还有单选 单选就是你的程度嘛 一个option 那另外的话 何选 那还有其他 其实我这个表单里面只有用上面这四个就够用了 其实基本上这四个就错处有余了 这个这样子做一个问卷 大概只需要花三分钟就做完了 好 做完之后你想说这东西跑到哪里 你做完的东西通通跑到云端上面的试算表 ok 我通通可以知道你们的程度到底是在落在哪里 不过因为各支法的关系 我把你的名字遮一半 应该看不到啦 等下点下去就就不会出来了 那另外它有个自动会增加一个时间 但是我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讯息 需要一个图表 所以大数据它有个特点就是你最重要 需要给我看到图表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看做成图表的话 不外乎就怎么样 把它变成Excel 档案里面有个下载 下载里面的话 它这边就有个什么呢 你可以把刚刚的表单的东西下载成一个Excel档 就可以利用Excel把它打开了 也就是Google表单 它帮你把资料放在云端它的试算表 当资料库来用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Excel 很容易啊 可是你想说老师 那我不是要这么麻烦 你可不可以快速给我一个表 帮我一个图表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功能还蛮贴心的 里面会有一个表单 里面有个叫什么 显示回应内容摘要 这个可以做出什么效果 点击它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图表出现了 马上我就知道说 我们这个班级的同学 绝大部分是落在 有六成一是在进阶的 所以大部分同学六成以上 已经算是熟悉 对Excel的函数不陌生了 OK 所以如果你是选入门的同学 可能你就要一点点心理准备 就是你可能要比别人更努力一些些 OK 但是如果你选进阶 那表示你是一个平均的水准 OK 好 第二个的话呢 你希望以哪部分为主 看了一下 最多同学是关系到这一个 好 应该是这一个吧 最多是工作表这一个 30 OK 所以大概九成以 哇 全部都需要工作表的自动化 这个导师跟课内的方向是一致 不过有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你工作表要自动化 指的是多个工作表 但是通常我们的学习通常会是以单个工作表出发 所以可能我们是渐进的是先从单个 然后扩充到两个到三个到多个 这样的话我想应该比较合理一些一些 我可能会提到一句可能多个工作表里面的资料 怎么做合并 怎么做分割 怎么做其他的相关的应用 这个导师 因为这个本来预计是在进阶课程讲到 如果大部分同学对这部分有兴趣的话 那可能我会延伸性多讲一些些吧 好 那第二个是大概27吧 工作部 那可能这个又更进阶了 为什么 因为工作部指的是Excel的档案 也就是如果你有大量的工作部 你需要把它做合并 其实经常会遇到 对 你会放按按钮全部帮你合并在一起 当然可能 而且不难 但是这个部分 我的预计也是在进阶课程 不过可能要试各位的程度 如果你可能前面都还学不会 你就跳到后面的话 可能你的那个会有一点障碍 所以我们可能看实际上状况而定 好 再来的话入门解说 OK 所以这个好像落差还蛮大的 有时候也希望很高 希望比较从基本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取一个平衡点 还有其他是跟资料库有关的 这个也是我可能会特别强调 还有录制聚集 好 大概会有这些方向 所以让各位有一个心理准备 大概 反正你们有 是最多人想学的 就是我们主要的上课内容 如果说当然有些太难的 我实在没办法讲到那 就很抱歉了 可能也许是延伸的部分 好 那其他的话 为什么来上这门课呢 大部分同学都是因为工作关系吧 业务需求 OK 所以你可能会有工作下的压力 那大部分同学应该是希望能够提早下班吧 而且希望赶快把一件事给做完 好 那还有就是自我成长 大概是这样子 那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就完成了 那也就是让各位知道一下 如果你要做一个简单的表单 做一个简单的问卷 做一个统计好了 其实用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 所以之前就有同学很厉害 他学了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完整学习 我建议你可以到Google吴老师 到我的部落格里面 我最近的最新的分享是在公共人员训练处 有一个big data的加持课程 那这边的话这篇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你可以看一看 因为是一个基础 里面讲了一些东西 也有讲到表单的部分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在这边有一个搜寻 他这边有一个搜寻 搜寻网字部分 你可以打一个观念 叫什么云端问卷好了 我记得好像我之前在新北市的 好像哪一个局处 他们有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 那我也把它整理出来 叫云端问卷 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在新北市地震局的 OK 这边也有一个课程 那我那个部落格的风格是这样 因为我知道大家最想要看的是 有图有真相 所以要有图 第二个要有影片的话 可以让你停留更久 这里面的话就是上课的 应该是最重要的录影都在这里了 所以如果你想看的话 这边有非常多的资源 我不怕你看嘛 因为我就怕你不学而已 OK 好 这里的话呢 都是一个你练功的好地方 还有其他啦 我记得好像还有其他更多的 甚至有那个大补体 那个懒人包之类的嘛 你也可以在懒人包里面找一些东西 所以第一个阶段 我们就已经把各位的问卷结果稍微知道一下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那个课程部分 所以请各位进到那个这个 我们的云端硬碟 其实也用云端硬碟 那刚刚的表单跟分享档案 通通都是用云端硬碟 所以云端硬碟非常好用 如果你对Google的云端硬碟 不熟的话 我强烈建议 你花一点时间去用用看吧 而且这个云端硬碟跟你的手机 是可以完全同步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你在手机看到的画面 跟在电脑上看到的画面 是一模一样的哦 OK 另外的话呢 你也不要吝啬 云端的资源一定要越来越多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云端硬碟现在有多大呢 1.12TB OK 我的 我只有用这么多 你看 我才用这么一点点 不过他有给我这么多 那目前来说 我本来是有花钱 一个月好像花两块钱 1.99吧 不过最近 因为Google 看我帮他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他又给我1TB的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 只是因为出门在外很喜欢用Google地图嘛 然后喜欢去找有没有好玩的地方啊 然后喜欢到一个地方吃完饭之后会评论一下 然后照几张照片传上去 后来突然说到一封mail告诉我说 恭喜你你已经成为什么在地祥导第三集 第三集莫名其妙就第三集了 然后突然又前几个礼拜吧 又说到一封 你又升级了你已经成为第四集了 那什么叫在地上 不知道你们没问过Google地图 上面有一颗星星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图上面有个颗星 我之前看哇这好厉害 为什么它可以有一颗星 后来我发现我也有一颗星了 好感觉已经比较厉害 所以因为第四集了 所以他就给我奖励 就是云端硬碟1TB了 好感觉好像还不错 因为1TB要花多少钱 一个月要10块钱美金 大概差不多300 现在330吧 330 他给我免费用两年 我算一下好像有8000多块 不错感觉我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用他的Google地图 然后呢也稍微评论一下 这样居然就反正出门在外 很喜欢用 那就升级了 所以我建议你们也可以用 那有什么方法 我建议你们Google地图 也可以这样做 就很快可以升级了 好这是一个好方法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来看那个 unite里面 第一个请各位范例党这边下载 我刚刚讲过了 第二个就是说讲义部分 不过特别注意那个讲义部分 是等于是之前旧的整理 所以如果你可以当参考 应该该有的东西也都有 刚刚讲到这些参考用书 这些都有讲到 然后还有就是说 如果最新的内容 最新的内容 请各位看这个云端白板 也就是说呢 我以后上课的顺序 会是先函数练习 总共有五大类的函数 我们会先从文字与资料 逻辑 一直到寻找与参照 那将来我们可能会用到的程式码 这边有个程式码 我担心各位会写不出来 所以这边有个index.htf 请你把它打开来 右上角有个弹出视窗 那以后如果你程式写不出来 因为我以前把它打完之后 同学就傻住了 都做怎么办呢 如果你实在来不及记没关系 这边就有程式 这边有了 Ctrl C Ctrl V OK 所以可以先试看 再把它delete掉 然后另外的话 底下这边还有个 我们将来的VBA 要把它变成一键完成 按下去自动完成 程式全部都在这里 你要先学会一件事 选取Ctrl C Ctrl V 所以程式设计师的培养 都是从Ctrl C Ctrl V 开始 所以你要知道 但是你不能随便 你要先选对 至少你要找到地方吧 那从哪边 记得 从我们的云端 进来这边 里面的云端白板画面 然后找到第一阶段的函数 的第一个函数群组 文字语 然后记得是程式码这边 点击它弹出 记得这边点击 右上角有个弹出 因为如果你没有弹出 你直接复制 贴上可能会有那个 好像格式上的问题吧 OK 好那我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待会的话 我们就开始 直接来看那个第一阶段 文字语 这个资料相关的函数 大概就是说第一个 不外乎就是说 你已经 我是把预设 各位已经会用函数 但是可能不是那么纯熟 那我会跟各位讲的就是说 如何让你的使用函数更简便 而且更不会发生错误 第二个呢 如果你函数 可是函数还有个问题 效率还是不够好 那你要怎么样在既有的基础之上 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这个部分的话 就需要用一点这个 像VBA 像写一点简单的程式之类的 或者用一些 以Sale提供给你的工具 让你的效率更加提升 那也就是你使用的那个位阶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请各位就是先超了解一下 那我大概刚刚主要重点就是说 如何也许你可以用表单 如果你对Google的云端一点不熟悉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那你免费的空间是15GB 15GB 我想你一般上使用是应该没有问题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就要再提升起来 就是用那个我们云端白板上面的支援 OK